阿剛不是有人說什麼 還沒爆料 Scout可能無法打世界賽的原因 之所以可能打不了世界賽 是因為和EDG的民事訴訟 Scout在加入LNG時被EDG提起民事訴訟 目前在二省 EDG在中途對Scout實施限制出境 由於EDG對一省結果不滿 所以提起上訴 並追加出境限制 因此Scout原本計畫在 賽季結束後回韓國休假 但現在只能留在中國 目前還不確定二省結果何時出來 因此Scout可能無法參加 10月3號開始的世界賽瑞士輪階段 那虎樸怎麼說 LNG回應 大家好 在世界賽積極被戰的關鍵時刻 讓大家收到這樣的消息 我們的心情和大家是一樣的 俱樂部和選手本人 都十分重視和珍惜這次世界賽 我們也一直竭盡全力的 和Scout的選手一起去解決問題 Scout的選手一直以來 職業態度付出大家有目共睹 目前結果尚未定論 希望有好的消息 哦這不就證實了嗎 RNG卡合同 EDG卡簽證 EDG用商務合同卡他是活該 所以是怎樣 EDG跟他簽AB合約是不是 A合約是一般選手約 選手約到期了他去別隊 但是B的經濟約還在 然後用這個去卡他嗎 不考慮封品的話 肯定EDG這樣做是沒什麼問題啊 但是今天是LPL出去國際賽 那你EDG呢自己沒出去卡了一個韓元 不讓別人出去 OK 我是覺得啦 EDG這個做法有點賤的原因是因為 他就是想利用你急著出去打世界賽 看你會不會因為想打世界賽而讓步 如果真的啦 如果真的Scout的理虧的話 那就把錢賠一賠吧 也只能這樣子 但是齁 在LPL這個約賠錢賠下去 應該都是千萬級別 我是EDG粉絲只覺得爽 什麼格局小 關我屁事 又不是國家隊 卡一個韓國人就很爽 什麼輿論不好 這麼多年了還登記這個 LPL都不怎麼看了 今年EDG瓦成績好 我個人都看瓦去了 總之卡得住最好 卡不住也要噁心他一下 總而言之 對我這個EDG粉絲來說爽 EDG潘總 Scout跟李寧都是倒楣的受害者 都是那個傻叉的經紀公司 我還是那句話 不要說Scout也不要說李寧俱樂部 這件事情跟他們兩邊沒什麼關係 都是倒楣受害者 要說就是說那個經紀公司 我是覺得Scout本人 跟這事情沒什麼關係 他也不想折騰這些事情 是經紀公司給他承諾 說我幫你搞定事情 我說這個事情 法院很早就通過了 今年一審完之後 所有事情就已經告訴Scout了 而且你們也看到 他今年四五月份 春夏季之間不是沒回去嗎 沒回韓國 所以少是整個過程 經紀公司來給他出昏招 一下子反訴我們 二回要勞動仲裁 結果直接被駁回 這個總經理告訴我們 這家經紀公司最燒的是 去年拿他們來給Scout和李寧抬價 意思就是去操作李寧 有別的俱樂部 願意出高價錢 套Scout 你們李寧怎麼說 結果他以為我們國內俱樂部之間 管理層是互不來往的 結果人家一個電話打過來 就直接穿幫 這家經紀公司當年被LCK幹出去 是有道理的就自作孽 真假啊 太搞了吧 Scout經紀公司CEO發文 EDG方面一直在對聯盟 還有LNG裝糊塗 喔 開炮了 大家好 我想先說對不起 讓Scout的粉絲擔心了 目前為止訴訟當中 EDG還採取了阻礙Scout選手的 就業簽證申請 扣押Scout選手的個人存責 還有扣押個人存責喔 這個指控就有點大了 禁止Scout選手出入境 但這個是因為法律的原因禁止的嗎 還是EDG禁止的 因為如果是禁止出入境的話 這個應該是法院的規定 這個應該是法院核准的 EDG方面說的內容與事實完全不符 了解到Scout選手被禁止 在休假時回到韓國的事實後 我們和李寧才掌握了此事情 喔 吵起來吵起來 現在EDG接受的解法就是 Scout的交擔保金給法院就能出國了 喔 所以李寧也不知道Scout不能出國 那這樣子李寧應該也蠻不爽的吧 如題 依據Riot的規章 本屆賽是參賽隊伍的名單規則如下 最低名單要求 必須始終有6名選手 其中4人必須為本地聯賽身份 選手可以自費保留第7名 戰隊可以自費在陣容裡面保留第7名選手 名單必須在8月16號之前向Riot提交 欸這個東西你們有沒有印象啊 我們有經歷欸 當年20年PSG的時候 我們當年會可以補HQ的那兩個人 主要是因為我們有簽證的問題 那個是比較臨時的 那這一次的話 可能就不能這樣子 這次應該是不能找今年有打職業的選手 你只能找今年沒打職業的一些自由人 或者是素人 所以很多人說Rookie跟牙膏 我個人認為這兩個應該是不太可能 如果真的要找的話 最有可能應該是DW 因為DW今年沒打比賽吧 我記得也沒有登錄在名單裡面 所以DW或許是可以 DW不是被祖國不爽 沒有啦 早就回去了 DW風格不適合吧 先找一個能打的再說啦 適不適合 那個是其次啦 但我是覺得啦 Scout還是把錢繳一繳趕快出去吧 不然這樣子齁 真的是挺搞的 我現在感覺啦 可能Scout本人沒有很搞 但他經濟公司很搞 主要是不知道那筆錢多少 是啦是這樣講沒錯啦 所以假設那筆擔保金真的有點太多的話 可能就只能找自由人了 那應該就是DW吧 找電棍 那要不要找羅傑 真實電競 Scout如果想去世界賽 需要向EDG賠付3000多萬 Scout這次世界賽大概去不了了 如果去 他需要向EDG賠付3000多萬人民幣 或者是說EDG被輿論道德綁架 他測速了 李寧找牙膏 但拳頭不同意 這時啊 我也覺得不太可能找職業選手吧 就你只能找自由人吧 我說的自由人是 今年完全沒有登陸過職業聯賽的這種人 EDG考慮起訴祝開跟真實電競造謠或洩密 對岸的UP組 真實電競在B站直播透露了一點內部消息 現在EDG經理將直播的內容錄製起來 表示將進行起訴 那名UP組直接回嗆要告來告 然後EDG經理說會找律師去機查 曾經的教練祖開 你們知道祖開是EDG S11冠軍的時候的教練嗎 雖然說大家都覺得他不是主要的工程 但他好歹是主教練 那個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是茂凱還有科技的工程比較搭 教練只說一句 真實電競他講的是真是假 祖開大部分是真的 就這樣而已 EDG判總 所有的判決 我們雙方都是申請不公開的 但凡公開都是要進去吃老飯的 如果他說他能從EDG這裡獲取到消息的話 我覺得很簡單 EDG知道具體內容的人不超過五個人 你但凡說是你知道什麼事情 我只能說兄弟你自己也走好 大談到被告了嗎 真假不重要 如果假的是造謠 真的也是違法 因為雙方都申請不公開 造謠這個不是跟最近那個 詹莉的記者一樣 含義爆料LNG替補中路還沒確定是誰 Scout 100%去不了 聽他說那Scout的銀行帳戶確實被凍結了呀 說實話做得太難看了 說白了就是Scout不想再EDG打了 EDG找不到更好的中路 不願意放他走 真就十二不射了嗎 我覺得不至於 跳槽不是什麼大事 適當賠償是合理的 往死的枕 往添加藥就是EDG不對了 主要恨的是Scout 寧願去薪水給的更熟的鈴鈴 都不願意回EDG 前LCK解說 拳頭憑什麼允許LNG租借中路 這會開創糟糕先例 我不明白拳頭為什麼會允許LNG 從沒有資格參加S賽的隊伍裡面 租借一個頂級中路 這會開創一個很恐怖的先例 允許隊伍為大賽組建一個臨時的超級戰隊 主要這個先例是LMS先開的 那你MS來DOGO就是租借 我覺得這個兩回事 今天Scout的這個例子是 他可能是在好幾個月前 就知道說他可能出不了國了 就是不知道Scout 到底有沒有像LNG隱藏嗎 但總之呢 8月16號大限之前 你確實是有機會補一個中路進去的 那最後沒有 這個也是你們之間的問題 所以你要這種情況下打破這個規章 我覺得不合理 那當年呢MS來為什麼我們會租借DOGO 你們都忘記是發生什麼事了嗎 是Unify氣胸要開刀啊 我們那個是非常臨時的東西啊 醫生說不建議他坐長途飛機到冰島 所以說我們才必須要租借的 我覺得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情況啊 而且當時啊 我也講過了嘛 然後我問Skywall也是跟我回答一樣嘛 那個時候如果Unify是健康的 如果Unify能去打這個MSI的話 成績不一定會比DOGO上還要差 甚至有可能更好 我剛剛講的這個是21年的MSI嗎 那你們講的拼裝車是20年的世界賽 那個時候我們的是中路Tank打野River 我們那個是簽證問題沒錯 但是那個比較不一樣的東西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PCS的決賽啦 我找給你們看 你們看當年20年的夏季季后賽 總決賽是8月30號打的 我印象中啦 他們打完的隔天就馬上飛為韓國了 然後他們飛為韓國是要申請簽證嘛 可是那個時候因為疫情的關係 要先隔離14天才能出去辦簽證 我們就算25天嘛 已經14天耗掉了 然後辦完簽證呢 飛去中國 中國那個時候採取的是 14加7吧 算是全球最嚴格的一個防控天數了吧 你們算一下這個時間點 14再加14加7 來不及打入圍賽啊 所以最後Tank跟River是沒有打入圍賽的啊 你們看前面入圍賽 都是空月加Uniboy嘛 那裡10月3號開始 才是River跟Tank啊 敵的部分那個也是特殊案例啊 那個也是因為 Unify的身體健康問題啊 然後再加上疫情的關係啊 Unify是氣胸兩次啊 對啊 所以照理來講說這個先例是我們PCS開的就租借Dogo 這個其實我覺得原則上不太對 為什麼當時AD就只能用無登錄的選手啊 你說為什麼當年我們只能用自由人D喔 因為那個時候啊 我們已經有登錄兩個從外面租借的職業選手進來了 所以River的底線是說 你不能找三個外面的人進來嘛 這樣子你本來的就只有兩個欸 你就帶原本的人的數量 所以呢 他就要求你一定要找一個 今年沒有打過職業的自由人 然後那個時候我跟土龍就在那邊想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的選項有 狗哥 D NL Mapple 小安 不過後來整體考慮之後我們選擇D 而且D一打電話過去喔 他說他要思考一下啊 好像啊 不到兩三分鐘吧 就答應下來了 而且D也很好配合啊 那個時候我們租借空月跟U寶 是不是HQ的中也是啊 但那個是因為我們有這個疫情的關係啊 所以River的允許我們去租這兩個是職業選手的 找D真的不得不佩服好適合當年的隊伍 那個時候我印象中是這樣子啊 就是土龍在那邊忙得焦頭爛額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有沒有推薦的人選 我就從我臉書的好友在那邊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 然後就剛好看到D 我就想了一下 D19年還要打職業 但20年的時候就沒打了 我就不知道他也夠不夠格打 主要是敵真的很好配合啦 而且那個時候版本很適合敵啊 我記得一者跟進都可以玩嗎 他幾乎在團練跟比賽都玩進吧 我記得我們去世界賽第一場團練 好像打Double Lift吧 敵被壓了100多CS 好像20幾分鐘的時候敵才90幾隻兵 不過第二場之後就慢慢的沒輸這麼多了 不過2020年的TSM和TL不是06嗎 其實那個時候啦我們跟他們團練就覺得他們會06了 因為我剛剛不是說敵第一場被壓100CS嗎 我們跟他們打6場吧 就只有輸第一場而已後面全贏 我如果印象沒記錯的話 被壓還贏喔 其實我可以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這個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以後拿給你們看 但是你們可以看一下 來來來來各位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嗎 0922 VSTSM G5 然後後面有一個W 然後你看日期2022年9月22號 那個時候世界賽啊 幾乎每一場團練我都錄起來放到Youtube 然後給選手們看床播這樣 全部都還留著 全部都還留著你看 到這裡 不然這邊先買一個坑啊 未來有機會的話 跟大家分享分享 欸靠魚丸 外媒爆掉拳頭同意了 牙膏已經被Ryout接受 我覺得Ryout不能審批這個通過啊 我覺得最多就自由忍吧 這件事情又不是意外 你們能理解嗎 就是我們之前PSG找人都是因為意外 但是這次Scout的這件事情又不是意外 對 你最多就是像Fnetic你們有印象嗎 有一次他們AD啊 那個Upstate 回去找老婆 所以說讓他們補一個二對的AD上來嘛 這種都還比較合理啊 憑什麼拳頭可以同意接納非全聯自由人 這不是定制換人嗎 對啊 這就我講的呀 這個世出有因必須季右賽六名後 這個六名後又是哪裡來的規章啊 我怎麼沒印象中規章有寫這個 這都不知道哪裡傳出來的 而且什麼世出必有因 人家沒有中單怎麼辦 干我屁事啊 因選手原因 諸戒其他人也不是第一次 感覺大家都在混淆試聽啊 欸 勒帥今年不是也沒打嗎 你叫勒帥去打中路也可以接手啊 反正就不可以是牙膏 Lookie DFN那年上路出事也是諸戒的阿帕曼 你們有印象中去年 DFN不是因為上路霸凌事件 然後他們補了一個上路嗎 那個上路就是自由忍 這個案例講得非常好 不然的話他也是可以找AV來啊 AV那個時候也在歐洲被淘汰了 為什麼不找 請坐